欢迎您下载关注 节目一开始啊 我们要邀请您继续欣赏 由田连元先生带来的评书 《施工案》 黄天霸殷丽娘被困房中 见殷丽娘姿色出众 黄天霸心生爱慕 白细的皮肤 再穿这身墨绿的合体服装 就好像一只出水服务 二人房中正在说话 不料被刘四等人发现踪影 谁 刚才是谁 大哥 这不是贼吗 且听评书表演艺术家 田连元先生为您带来 《施工案》第82回 《闺房现行踪》 上回我们说到黄天霸 跟殷丽娘 两个人在屋子里面谈论 这阴丽娘说呀 她爸爸给她规定了出嫁的三个条件 一 要人品好 二 要武艺高 三 要长得漂亮 话说到这儿 黄天霸自然而然的 犹大心里边 蒙生了一种想法 先想这三个条件 我攻 但是他可没在嘴里说出来啊 黄天霸那是什么人 自尊心很强的小伙子 能说出这话来吗 只是黄天霸在此时此刻 他看着面前的殷丽娘 产生一种好感 什么好感 殷丽娘刚刚洗浴完了 换上了一身 墨绿色的 苏州双面纱的短衣裤 这个衣裤剪裁得非常可体 是殷丽娘显露出了身上的青春特色 黄天霸一看这个姑娘 在她面前坐着 脸上没抹粉 没擦胭脂 姑娘这个脸 就是一朵荷花 这衣服墨绿的 就是一团荷叶 别提多漂亮了 黄天霸从来 没这么认真地看过一个姑娘 现在 悠悠屋子里边没有别人 再加上这姑娘通情达理 跟她这么一讲说 黄天霸由心里边 就产生一种好感 这种好感 叫什么 有人管它叫爱情 爱情啊 爱情是什么 有人说爱情是火 可以烧化头脑中的冰冻 有人说爱情是水 可以洗涤心灵上的灰尘 还有人说爱情什么也不是 它就是一个你要它来 它不来不让它来 它却偏来了的东西 所以黄天霸在这儿 看着阴丽娘 心里就想 这样一个好姑娘 她得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黄天霸就问了一句 贤妹 那么老人家跟你提了这三个条件了 是不是就有人求婚上门呢 嗨 别提了 我爹呀 还有三个不嫁呢 三个不嫁什么意思 三个不嫁 第一 不嫁当官的 为什么 当官的趋于权势 讲究门帝 我们家这个家园 跟这当官的门不当户不对 嫁过去怕我受气 第二呢 第二 不嫁给陆林中人 因为这个陆林中人 打打杀杀 终没有好的结果 很多人不是进了监狱了 就是被人家给杀了 这样的人 没有好结果 第三呢 第三 不嫁给做买卖的商人 那为什么呢 商人 以钱财利益为重 不重人的情感 嫁给商人 商人只顾徒利 不顾讲义 所以呢 这三种人不嫁 老爷子提出来这么多条件 我问你 那么有上门来的吗 有啊 上门来的怎么考验呢 我爹说了 上门来第一道官 就是先比武 跟谁比武 跟你比武吗 嗨 哪是跟我比武啊 要跟我比武 我比得过来嘛 谁来求婚 我都出去跟人比武 不是跟我比武 跟我二哥 我二哥的武艺啊 干不上我 但是我爹说了 要是赢了我二哥 才有资格跟我比武 哦 有没有赢的 来了十了个了 荒天骂说 来了十了个 有赢的吗 一个赢的没有 哦 一个赢的都没有 那最后呢 最后没人来了 都知道 我二哥的武艺出众 他们不敢来了 荒天骂就想起来 头两天 他跟阴厉娘 有一次比武较量 荒天骂就说 哎呀 照那么说 头两天 我跟妹妹你 那场比武 这还是我的偏德呢 说到这里 这姑娘这脸 腾红了一下 那可不 大哥 您的武艺出众啊 哎 不出众 不出众 我那武艺出什么众 妹妹 您的武艺 非同一般 这么说吧 黄大哥 你九创江湖 见的人多 我问你 什么叫好人 什么叫坏人呢 黄大爸说 妹妹 好人坏人 谁都说自己是好人 没有说自己是坏人的 不 具体跟你说吧 我问你 黄大哥 你说我们家 是好人 是坏人 你们家 当然是好人了 老人家 那是江湖上的 有名人物啊 老标头 好人 重力 非常重义 非常的刚正 我大哥呢 你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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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说呢 银里娘 瞅着黄天霸 我大哥 把你撵到 我这楼上来了 他要把你杀了 他跟那个乔三 在一块 我大哥 是好人吗 你大哥 其实吧 你大哥 就属于那种 被坏人 唆使的 那么一个好人 姑娘乐了 那我二哥呢 你二哥 你二哥 我了解不多 不知道 我呢 你 仙妹 这样我怎么说呢 你是天底下地上头 打着灯楼 四处学 都难找的好人哪 天下哪有像我贤辈 这样知情达理的女子 黄天霸 现在感恩戴德呀 可是这姑娘 说到这儿 站起来了 有打墙上面 摘下一个绣剑筒来 这么长 里边是绣剑 一炸长的那种剑 钢的 打出去 用崩凰 一打出去 打到人身上 就容易把人给打死 这姑娘把这绣剑筒拿下来 他接着还问 黄天霸 那你说 他是不是好人 一甩手 这绣剑打出去 黄天霸 这才注意 咱们回事 姑娘在这个屋里边跟她说着话 眼光六露 耳听八方 穿过外边 感情上来一个人 谁呀 正是那个 阴龙的大徒弟 长臂员 刘四 刘四怎么上来 阴龙啊 看见到了晚上了 屋子里边长了灯光了 这个响铃还在门外头 在那坐着 阴龙就想 天黑了 往常这个响铃进屋里边跟我妹妹说话去了 怎么今天还在外边坐着 屋里边是不是还有人呢 黄天霸有可能在屋里 但是他不敢上去 他要一上去 他这妹妹不能饶他 他把这刘四叫过来 小子 爬那柱子 越过那个护栏 到我窗户外边 扒着窗户 你看看 屋子里边是几个人 可千万别出动静 这刘四一听 好啊 这小子长臂员 善于攀爬 就在旁边爬着柱子 他就爬上来了 爬上来外边 这个楼啊 外边是有一六 小走廊 不宽 也就一人 他不是在响铃这边 这门这边没在这上 在侧面爬上来的 他爬上来之后啊 他想着 把那个窗户呢 因为这个窗户是 是把他上开的 他想把这个窗户掀开点 露上半了脑袋的 往屋里瞧一眼 屋里边有灯光 天黑了 掌上灯了 他想瞧一眼看看屋里边 到底是谁在这儿 他已经上来了 听见屋子里边说话 黄天霸跟阴厉娘两人说话 这个说话声音 这刘四就听着了 哟 这不知有人吗 就在这屋里呢 我看看是谁 我看看是谁 他把这个窗户略微 欠开点风 把这个脑袋忘记一伸 刚露到这儿 阴厉娘就把这个袖箭筒拿下来 你说他是好人吗 啪 这一袖箭打过来了 这小姐 手底下高明 这一袖箭打得非常好 怎么好 打上了 还没打死 这一袖箭 在头皮这皮上 穿皮针 蹭 穿过去了 憋着了 这一憋上 这个小子 躺得妈呀一声 一做脑袋 转身蹭 就跳下去去了 阴厉娘叫什么宝剑抽出来 就出来了 来到楼梯这个走廊这儿 望下一瞧 谁 刚才是谁 大哥 这不是贼吗 这姑娘随即应变 你不找贼吗 贼来了 一说是贼 这阴龙就想啊 这个小子他妈的 你上去看 你好好看呢 怎么看漏了 怎么掉下来了 这阴龙马上看 抓贼 说声抓贼 呼啦一帮人过来 这刘四大伙都认识啊 我看见什么了 我没太看清 我那脑袋刚一漏 这头皮刚出来 那绣件就来了 就穿上了 你先把这个给我拔下来 上这药啊 这太疼了这个 好 给他拔下来 拔下来上药 拿药布一馋 说屋里都有谁 屋里有人 什么人 有小姐 还有谁 还有一个跟他说话的 谁 我没等看准 我听听他俩在说 谁是好人 我一露脑子 他说他是好人吗 就给我来一下子 我给我盯下来了 殷龙心想 好啊 黄天霸 你在我妹妹的楼上 好了 只要你在楼上就行 我就得想办法 把你待住 怎么弄 殷龙马上就把鱼妻 还有黑鸣 找在一块 我告诉你们吧 黄天霸就在我妹妹楼上 刚才这刘四渠看 看见了 但是 我妹妹 楼上长着灯光 跟黄天霸正谈呢 正闹呢 两个人闹得挺热乎 正谈谁是好人呢 哦 于其说那怎么办呢 你就这么怕你妹妹吗 咱们就一块上楼 把黄天霸抓住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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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我得有退身步啊 我现在要是一上楼 要一动手抓黄天霸 我妹妹就得跟我急 这一急非打起来不可 这一打起来 很难说怎么着了 我妹妹那个不是一般的人 标 袖 袖 什么都会 我告诉你们 再加一黄天霸 等于给黄天霸 添了一个助手 这不行 得想别的招 得想着智取 那怎么智取呢 黄天霸 闻龙一听 心想 您这招倒是不错 不过把我们家房点着了 这我爹回来 我怎么交代呀 那你怎么办 那没别的办法 要么就是 我这有训箱 把训箱盒子 带上去 倒在那个楼窗外头 把那训箱盒子往里边一喷 连你妹妹在黄天霸 一块都把它熏过去 怎么样 阴龙一听 这个招倒能使 训箱盒子你给我 与其说这个 给你的话 你上去做 阴龙说我来 阴龙把这训箱盒子 接过来了 他二番又来到后院 再往楼上一看 灯灭了 张国立院士提示 远离新型冠状病毒 坚持做到这两点 第一个 尽量不要离开所在的省市 第二个呢 减少聚集 戴口罩 亲洗手 特别注重通风 很热 我出汗很多 这个口罩 那就要时间 一定要四个条件 换衣服 甚至更短的时间 换衣服 这就别犹豫了 口罩失了以后 它的保护 做了就降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牙齿是身体当中最为坚硬的结构 但是同样也是非常脆弱的器官 在古代成年人牙掉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再也长不出新牙齿了 而且文学作品当中的那些妖魔鬼怪怪怪兽等等 无一例外都是一口白森森的尖牙 看来有一口好牙 无论是什么物种都至关重要 感谢 感谢大家的热情 首先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段快本书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怎么 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 突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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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唱快板的 对 我唱快板的 唱快板的 我跟这儿唱的 表演的 不太认识 我没什么名气 没名气 叫什么名啊 我叫宋伟杰 确实不认识 怎么说话呢 宋伟杰 有师傅吗 我师傅叫王文长 这也不认识 谁都不认识 有师爷吗 张志宽 有门了 有门了 听说过 哎 在有师傅吗 李润杰 什么 什么呀 对上号了 怎么对上号了 对上号了 什么对上号了 早说呀 我早说 你早说出我师傅的名字来 我就知道咱们是什么官司 不不不不不 不是 这什么虎狼之词呀这是 这怎么了 你 你师傅 啊 是我师祖 李润杰先生怎么了 我没辈儿了呀我 不赖我呀 什么什么你别瞎说 别瞎说 怎么了 怎么 你师傅怎么可能李润杰呢 怎么不可能了 哎哎哎 李润杰先生90年去世 啊 敢问90年您多大呀 四岁呀 这像话吗 啊四岁拜师李润杰 你不 有什么可乐的 这这 有什么可乐的 这怎么怎么 听向上还不上乐是怎么 不尊重老前辈 你说的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 不可能 你不懂 我不懂 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我怎么没听说呀 我也是没听说过 李润杰先生弥留之地 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 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对了 有这么一回事吗 没敢上 啊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 我给您各位介绍啊 大家不熟悉 你讲讲 90年的深冬 冬天 滴水成冰 碟水成岭 北风凛冽 那么冷呢 哎 我知道 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哦 我汤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我去了 楼岛里冷着呢 楼岛都那么冷啊 一推这门 哦 老艺术家 怎么了 待遇好 是吗 哎 热气铺脸 暖气足 哎 哦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你说出来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不是 收的我 怎么就承认了呢 指着我说的呀 说什么了 你 关门 指着我说你关门 关门弟子 真的假的呀 我还真的假的呀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演啊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不在北京演出 那在哪啊 新疆 新 新疆 新疆 新疆的那有取义吗 发展取义吗 新疆干嘛 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哎 羊肉串羊肉串 十块钱一串啊 你要计串 我都不合情理 那盛产烧烤 怎么了 你哪人啊 我北京人啊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呢 是 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真有道理啊 还是的呀 您在新疆工作 我是新疆河北帮的快板杂技艺术团的艺术总监啊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那么乱呢 没点乱了 大杂烩啊 那您是负责什么工作 我啊 我主要就是负责 一说就乐了 你看这 这我也没明白 负责什么工作啊 我啊 我主要是负责 什么 烤 对了 那太对了 那我再问问您 您是擅长烤羊腿啊 还是烤囊啊 烤昏的烤素的 怎么还是烤串啊 你说的就是烤串啊 不是烤串啊 烤串啊 烤演员啊 这这这 烤和演员啊 那您有丰富教学经验 说不上太丰富吧 还挺谦虚 主要就是两点 哪两点 盐和火候 这两点掌握好了 没问题 我觉得辣椒跟自然也很重要 提味 你这不还是佐料的事吗 您说的就是佐料的事 谁说佐料了 盐火候啊 盐呐 咸呐 不是咸呐 严格呀 严格的严 哦 严师出高图啊 太对了 必须得严 不不不不不对 不对不对 那这火候怎么讲啊 艺术啊 艺术怎么啦 艺术讲究的就是火候啊 对了 不能不到 对 也不能过了啊 是这话 有一成语吗 什么呀 过油不急 您跟我们讲讲 就是过油这件事不着急 对 对 不要着急 一过油啊 油多就改炸了 就跟您这烤不一样了 是不是 你怎么老说羊肉串的事呢 你怎么老说烤串的事呢 不是你就 我就不明白了 说了半天您是叫什么 我都没听说过 你问你 在北京你是不知道啊 您在新疆有名气吗 你到新疆你问去呀 随便问 快板表演艺术家李外生 没有人不知道 什么什么叫什么 李外生 李外生 这里头外头都生的怎么吃啊 羊腿刺身 妈呀 哎呀 多山啊 难为你怎么琢磨出这么个菜来 这还有寄生虫呢我跟你说 不是这意思 啊 里头外头都生的 不是不是 刚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和我们恩师关系好啊 啊 好的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我好比是李正杰的外生 哦外外生外生 娘亲就大那就跟我娘家人一样啊 是这 嗯 又那太好了 是 那个李老师 您老师 还挺客气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不是您看您您从这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啊 今天观众朋友们有那么热情啊 不少 您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我 您 我在这里 对 来一创 来一段 来一段是不是 您可说准了啊 来一段哈 来一段 好好好 下去休息吧 休息吧 别去 就这还剩一个空座 别别别 你坐到哪里去吧 人里有人了 人说有人 不是 那你只能坐得过来 你别找别找坐 前辈 前辈 我也是快板演员 是啊 李派传人 咱一块演 您带我一段 一块演不行啊 这怎么不行呢 我会呢 你不会呀 我会的也不少啊 不少那快板我会一万多段呢 快板有一万多段吗 老的没有啊 我自己倒自己演啊 那得多疼啊 您疯了没事儿 自己倒自己演呐这是 我吃饱了撑的 自残你这叫 我跟他呆着没事儿 我自己倒自己演呐 我怎么了我呀 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编导演于一身呐 哦 这意思 对吧 我写点那个小段 你会吗 什么小段 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 主要写快板小段了 你不知道吗 咕噜寡闻 还是的呀 我唱上句 你都接不下下句了 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我会的太多了 太多了 您随便唱上句 我接下句 你说的啊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 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接 有下去吗 完了 这有下去吗 完了 你别说了 你挑一行吗 你挑 我挑一个 正好俩人 立井架 立井架 对 立井架你不行啊 我不行我最好 里面里的劳动耗子 这是何欣呢 你调门太低你接不上啊 我调门可不晚啊 一组一组排好了队 劳动耗子喊出了音 汤汤汁满下巴 劫啊 我来不了 你怎么拿呢 血压都上去了 你再 别来别来 哎 劫啊劫啊劫啊 我爬不上去 我爬不上去 你这人 完了 换一个这个 换什么 武松赶会 武空赶会 什么 武空赶会可以啊 武空赶会赶的是天下第一武道会 不是不是 我来比克大魔王 没有 你来雅木查 哎哎 耶斯尼 你要把我打死是怎么着 什么武松 孙武松 怎么孙武松呢 孙武松 孙武空 孙武天 孙武范 哪来这么四位啊 孙家四虎 没听说过 勇猛刚强 没有没有 没有 武松 武二郎 大高盖大劳林 刚明白 水浒传啊 水浒传 我以为西游记呢 不对 您说那不是西游记 您说那七龙珠 知道吗 反正我喜欢孙武空 喜欢孙武空 对了 那也好办呢 怎么着 孙武空三打白骨精 这里有孙武空 孙武空主角啊 孙武空主角 对啊 行我来孙武空 您来孙武空 那其他角色 都你来 都我 都我来 都你来 也行主要听我 我就爱孙武空 但是咱们表演 您带着板呢 我就这一副 这人 你这人 怎么意思 快板表演艺术家 对不对 是不是 不是啊 我们走到哪儿不得带着快板啊 不是 你 板上了都 板上对吧 对啊 竹子的板上嘛 这个随时都 哎哟妈哟 怎么啦 怎么怎么啦 怎么这 竹子竹子得盘啊 是的 盘完了变色啊 你那现在色这么深 你这是一来就这么深吗 盘出来的 盘是的呀 我这也是啊 行了 盘啊 盘越盘越亮啊 越盘越光啊 知道了 给你玩玩 不不不不 好吧 您这艺术家怎么这样呢 就说你打个试试嘛 试试 咱没合作过 那怎么啦 不知道都怎么打呀 这还有什么怎么打的 李派开场板啊 就最标准的那个 对呀 跟李伦杰先生一样的开场板啊 跟李先生一样的 那可不吗 那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你跟着我来啊 你跟着我来 你跟着我来 你我是你事业 我跟着你来 那不像话了 来来来 走 走 我来 快 你真的 打 我鞋都掉了 打呀 您的艺术这么有震撼的力是吗 打呀 你打的是什么呀 你还开场板啊 咱不说是按李润杰先生那版本来吗 对呀 李润杰先生在病房这个病榻之上就是这么教的我呀 老头 还这么教的我呀 打车轮啊 叫我打车轮打反 车轮这么打啊 车轮打啊 车轮打啊 这是吧咱再来一回 确实的呀 咱来看着我啊 我我看着你 跟上啊 跟上啊 嘿 咱再来一回 啊 再来一回 我找着撬门了 什么 我找着撬门了 你找着撬门了 对了 回头告诉我啊 我这么多年都没找着 特烦啊 来来来来来 哎 哎把他累死我了 咱就这样打板就将就了 将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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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着 但是啊 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太长怎么办啊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省句号本的内容 那咱别唱了 那怎么着呢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哪有点 咱就说啊 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 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 但是您不光演孙悟空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 您赶一个小妖 小妖 赶一个小妖 小妖 对 小妖我是没有了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哪个小妖啊 我这有肥妖 什么肥妖啊 我这不是忽悠的 我这不是忽悠 停 停 咱们够了解的是吗 你不找小妖 不是小妖精 小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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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知道知道了 就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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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念人的小妖精 就那个是吧 什么都会啊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小妖精 小妖报事啊 什么词 就报 报 从这开始 来来来来 来来 报 报 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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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真报 涮 什么毛病啊 你不让报吗 什么报不是报我 不是真报吗 明白 何人您这段不熟啊 不熟 不熟就不能上桌 不熟就不能上台 那你怎么意思 我刚说了 说什么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 就会孙悟空的词 其他词我不会 那我问问您 怎么了 您一个人在新疆 怎么 表演这段啊 不要翻面了您 这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我都不明白了 怎么意思 你告诉我一句什么词不完了吗 提吧一下不完了吗 就抱老太太到 不完了吗 抱你太太到 我媳妇来了 你躲一躲吧 怎么躲啊 怕媳妇 行行行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啊 往后唱行不行 往后从哪儿唱 我先唱 你先唱 我先唱您等会儿 等会儿孙悟空出来啊 你慢慢唱 唐僧这时新明了 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电话的小妖精 忙问道 妖精啊 你一连三次将我骗 未免有点儿 礼不公啊 礼不公 哼 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 肉 肉症烤着呢 肉症你别催啊 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 你先吃板筋 什么板筋啊 板筋快 你都上来搁那儿了 唐僧肉 我们是后腿肉 我没说这个 不没到您呢 还没到我呢 没到您呢 什么时候到我呀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还不到我 要吃你的肉 他也要跟着 嘹嘹嘹嘹 在一旁金斩老药 大了话跟他问唐僧 唐僧啊 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 你想敢化妖精来行善 简直是一想天开静做梦 唐僧自知命难保 固有的想起了孙悟空 悟空啊 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 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 事到如今后悔晚 后悔去吧你 到你了 到你了 到我了 孙悟空出来了 孙悟空该出来了 太好了 从哪开始 孙悟空叫师傅 师傅 不晚 悟空在此 原来是金长老妖在答应 撑 跳上宝座一抹脸 立刻间 乖装消失面目更 正是那大闹天弓的齐天大圣 尊悟空 只见他 头戴四棱小花帽 毛边周围朽花红 八字胡儿左右摆 胸前的火炉热腾腾 金身马甲五彩断 手中的蒲扇锦翠风 收拾的一把钢铁大签子 真是山气冲天 八面的兴风 高喊一声 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 我要多少 干什么 干什么 这是孙悟空吗 这是卖羊肉串的 还是孙悟空的 你刚才站这儿说 我最喜欢孙悟空 最喜欢孙悟空 孙悟空呢 孙悟空出来吗 你最爱的孙悟空呢 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 your favorite孙悟空呢 我最喜欢的孙悟空 还我favorit孙悟空 I prefer my羊肉串的 to孙悟空 这这这这这 气死我了 用个小慈祖吧你 孙悟空 真是的 我这问孙悟空呢 孙悟空 我为了看孙悟空 你会不会 哎呀没问题啊 好 跳上宝做一摩俩 立刻见怪状消失面目更 正是那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孙悟空 只见他头戴六龙软罗帽 在那帽贝尔周围绣飞龙 紫金箍看着耀眼明在着肩上横大红佩风 金身酷熬黄云段 狐皮战裙围腰中 思乱带琴打连环 扣他的牛皮快血组下增 收拾一根如意金箍罗绅好起冲天 八面威风 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 赵 赵相啊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别吵 这就第一场 他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赶紧 这边都照了吧 都照了吧 行了照不到了 都照不到了 都照了 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 都照了 都照完了 这腿一直 别 别等了就 坚持多少时间 别搬笑 够了够了够了够 都照了 都照完了 别搬失败白骨精啊 这腰子